好,來到基本法第六條,暫時來說是最短的一句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 跟我們解釋第六條有兩位基本法推廣都道委員會的成員 有李浩然和張俊勇Thomas 好,我們這麼短的這句話,關鍵位是否都是在私有財產權的概念 以及如何叫做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 因為私有財產權應該都是資本主義的核心思想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資產 其實這件事也是今時今日看來很理索當然 但還是要放回八十年代的環境 因為內地其實在那個年代都比較強調社會主義 其實當時起草的時候大家會很擔心 會不會我自己的私有財產會不會受影響呢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市民安心的條文 你這樣說就明白了 因為大家就說中國立了香港之後 將來你的房子突然被人收了 你的銀行戶口的錢都被人收了 當時有很多危言耸聽、陰謀論等等 硬是要嚇你,硬是要嚇到你傻子 很多人移民都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不知道共產黨會怎樣 其實當時國家當時,你想想八十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是公司法還未有的 國產權的概念還未很清晰 還是國家擁有一切,還是大鑊飯 還是這個經濟的年代 但其實當時已經想到 要將去維護香港的未來發展 很重要、很關鍵的一點 就是將香港人原本擁有的資本主義 下面擁有的私有財產權 可以繼續保持 其實這件事,回到上一集我都說過 兩地是互相影響、互相融合的 其實自從這個概念在基本法落實之後 亦都定了之後 其實這幾十年我們看到 在基本法出現之後 推動了 其實在內地對私有財產的保護 其實是越來越完善 剛才你說到公司法 說到很多土地 包括在憲法的層面 八二年憲法 其實亦都開始有很多 對私有財產 和肯定私有財產的地位 慢慢認識了一件事 慢慢明白原來對於國家發展是重要的 其實都是這個概念 影響回到中國 其實你說國家的發展 這幾十年這麼快 其實多多少少 其實是一個不得快的效果 我覺得我們的基本法是有影響了國家發展很大 當時我想寫到這麼前位置的第六條 就一定是可以想像的 今天反過來看 你可能覺得你沒有辦法感受80年代那種恐懼 你想想擺到第六條 我想當時是全香港很多人很害怕 怕得很厲害 當時是移民潮的其中一個 很害怕 還有老實說現在大家看到 劉駕就升了 大家是不是繼續炒樓 大家對於私有財產已經完全不害怕 才會繼續有人炒炒炒炒 這個都很重要 但除了這一層之外 我們這個節目很想做多一件事 就是說不只是看當時害怕 所以這一條法例 怎樣令香港人可以比較安心 繼續迎接回歸 而是說 這件事反過來影響內地很重要 那個重要的情況是 這個以個人的概念去思考 可不可以有私有財產呢 其實就是任何一個經濟歷史學家會告訴你 中產的發展 對於整個經濟體系和整個國家的 長遠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你有一個中產的階層建立在這裏 那它就有種動力了 大家會做生意 會想一下做這裏 做路 這其實也扔回 又是鄧小平的另外一句 摸著石頭過河的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一塊石頭 我覺得私有財產的概念 這個也很重要 但是說的依法保護 其實第六條也是根據基本法和本地法律 其實基本上說的依法 都是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 所以我想我們看第六條的時候 嘴咀一下 除了當時因為我們很害怕 於是起草的人希望香港不害怕之外 其實原來怕完之後 我們是變成了一個 點亮了一連串經濟效應 一連串蝴蝶效應的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所以第六條我覺得很有趣的 好像命運在告訴我們 你以為你很害怕那件事 原來最後變成了幫到你那件事 還有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還有人民對於不同的價值觀的演變 其實說來講的融合也是 如何將香港的制度 資本主義的制度 以及原本的共產主義的制度 如何變成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 這件事很重要 當然這可能是一個經濟學的題目 因為私有產權就是你的努力 如何轉化成為你的產權 這件事令到每個人又會發而發亮 由第六條去預告第七條 就是下一集 因為那個都好像跟產權有關 亦跟土地有關 為何第六和第七條要分開寫呢 我們下一集又問問李浩然和張俊勇 是甚麼都還是出事 其實是偶尊時被砍掉的 避難這種程度 是多種朋友 即使冒恨嗎 像一個女王